在极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和现代化狂澜中 我们逐渐摆脱了物质生活的困境 但随着而来的却是城市文明传承的故乡感越来越缺失 好在还有这样一群人坚持着敏人的传统 用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功夫 发扬着充满浓浓虾油味的敏人文化 功夫是个中文词汇 它通常和武术有所关联 但它不仅指武术 在中国功夫意味着从戏剧到烹饪 各个领域所具有的高潮技艺 功夫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敏菜最重要的烹饪技艺就是砧板上的功夫 蒙眼切肉看上去是一门绝果 其实这是刀法的基础基础 像我们搞这个钉板的时候 比如说跟人家说话 比如说那边讲哎呀什么都是这样 他也是照样切 眼睛不看了都可以切 眼睛闭着切 你这个技术会下高 不是这样回事 这就是残烈的有的基点性了 敏厨对于刀法的运筹帷幄 不仅体现在闭眼就能操控尖刀的曼妙手感 也是把薄厚均匀 长短乌差 激化一致 展现到极致的手艺 切 说一道话 它也主要就是体现这个刀工 要提刀 提刀 就是什么 不是不能把萝卜切断 两个刀口翻过来以后 你不能太斜 太斜的话 轻盈得很厉害 它就不容易拉长 所以这鞋度也要掌握好 这个主要就是基本功 你这个会切 就说明你基本功 一般还是比较顺便的 缩衣刀法最大特色 就是一刀不断 正面掌握提刀 反面计算角度 罗氏伟运用刀工 把萝卜划上了 古时候遮鱼用的镂空缩衣 层层叠叠 刀刀不断 切成缩衣后 再给它用盐水泡 退去这个萝卜的腥味 泡上糖醋 它就更入味 口味就更比较酸甜味 这样适合我们胡州兰的口味 外表华丽的同时 也让萝卜更容易入味 让十分普通的食物 看起来精致诱人 这无疑是厨师刀工的纯粹沾线 在斗工令人叹为观止的同时 更令人尊敬的是厨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古西之年的王荣华师傅 就是这样一份坚持的代名词 今年到现在 现在好像是我今年七十一 大概五十几年 只开水结架 后来才能碰到很多了 包括为什么呢 做卫生 洗围裙 磨刀 收拾冰箱 那个时候就这样 那你说 别人比如说工作到十个小时 你就起码十二个小时 自己学嘛 一般的话 你起先去的时候 我看就是说三五年不解决问题吧 今日的王荣华 站在砧板前 也需要戴上老花镜来清晰视线 但是 这要拿起刀 刀背与纸背的触碰 刀刃与食物的摩擦 都见证着老师傅几十年功底的沉淀 现在看起来就是眼睛有流 这个是十四季度 如果说按照现在也这样 也说跟以前一样 那完全没可能的 现在要比以前小心一点 要慢一点 自己干了这么多年时间 那你就说 现在做的时候 那当然了 你那个底宫还是在 姑娘六宫了 我靠白地鼓里好 就是这样了 王荣华从片下的竹笋薄片里 切成了极细的笋丝 呈现了爆刀所无法爆出的形状 切成了细微难见的发丝大小 放进水里 轻轻一荡 细如发丝的笋丝 就如云雾般 慢慢地在碗中 四三飞升 下刀的这种直觉和稳定度 也只有长年艰苦的练习才能拥有 七月八八没重新啊 你到地面一堵落锁 锁我们就爱熬 不是说你不专心 不是指甲切掉一半 不是手切了 你看我像我这里 你看看 对不对 它这个就是磨刀了 磨刀整片这样子 打出去 就这样 对那没关系 就是用步法围包下了 就没问题 就是没问题 纵使学艺有这一般的伤痛 但是在那个年代 不顾一切的埋头苦切 也许就是对刀工最质朴的热爱 刀工是没有捷径的 不仅要勤练习 也要有思维和分析 他做每个事 基本功在哪里都要勤练 但不是说有的人 似乎说有的啥念 就是没有用头脑去念 去想去思维 你都说我刚才说了 要针要刀向 稍微向前推一下 它减轻 它就直接下刀的力度 它才能达到的效果 刀工为了因应各种不同的食材 种类变化繁复 而制作八针菊花锅 这道将信失传的名菜 就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刀法 那现在这个街上都流行着海鲜制造 那其实是海鲜制造 现在看起来是外地传络的 我们是福州是学外面外斑菜的 但其实说这个海鲜制造 在我们福州来说 饼菜很早就有这个作法 那当时我就听师傅说过 以前讲究了要把这个片 每个片都装饰成各种花的形状 听了以后我就在琢磨了 我们要恢复传统的这种作法 所以说当时我们有做这个生锅的时候 就刷锅的时候 我就把各种原料 把它尽量把它拼成各种花的形状 一条好好的鱼 一个好好的背 怎么借由刀工变成花的造型 在思考一道菜的造型时 罗氏尾会进行构图 对于一位刀工技艺出众的厨师来说 留解食材的特性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就是说要跟自己要思维 你把原料切出来 根据原料的颜色形状 特点来平摆这个比较相适应的话 比如说你压针它是红红的 它形状又是半又形的 摆玫瑰花是刚好 还有像那个草鱼 草鱼的特点 它就是鱼的背部分红红的这个线 把这草鱼切成荷叶片 就两片加刀片 压下去以后 它刚好红的在当中很好看 敏菜的刀工利益 绝不放在华而不识的造型上 而是为腕尽心设计的 敏人喜好清淡口味 于是涮锅中 再撒上几片清热解毒的菊花瓣 八针菊花锅 可谓是坚具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对食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和兴趣 持续观察和研究 进而运用技术开创食材的可能性 罗世伟就是道贡师傅 手眼心三者合一的最佳示范 这次平常就说 对这个艺术方面 我们有着兴趣 说实在话 因为说我们做这个行业 如果叫我去做那个艺术的 去学画画 我也肯定会学得难 只是说阴差阳错 没着机会 所以说也没什么好后悔 也不是说你能后悔就后悔 说实在话 当时来说 不存在说你喜欢做什么 现在怎么当哪 当最后一根骨头从肌肉中脱离出来 刀工师傅的使命也就此结束 接下来就是炒锅师傅 将它制成一道完整的佳肴 尤建明是擅长锅工的蜜菜大师 他用香菇填满鸡腹 再调入清汤微制 清香味美的香炉鸡 在两位师傅的完美配合下就完成了 几乎每一道敏菜都离不开刀鱼锅的配合 在过去传统敏菜的制作中 刀工师傅与炒锅师傅 只用派头来交流 派头就是厨师之间的语言 刀与锅的配合 是老师傅们功夫的融合 一刀一火煮就着一道道经典名菜 八明手艺 雄伟经典 每一道菜肴都凝结了敏地的饮食文化 每一种滋味都出自传世流芳的名味江湖 从平易静人的家常小菜 到一举殿堂的果眼偷牌 五十道经典名菜 二十五位敏厨的美味人生 八级大型纪录片 敏味传奇 四月三十日起 每周末二十一点五时 时间之福 隆重奉献 敏锯在于枪 敏菜在于汤 汤菜在敏菜中 占绝对重要的地位 或汤青如水 或白色如汁 或金黄成头 又一汤十遍之说 不管什么汤 都是清汤 你先搞清汤 然后才搞奶汤 三容汤 全国各地 没有我们叫三容汤 也没有我们叫奶汤 他们是容汤 我们是奶汤 奶汤和三容汤 就是名菜最常用的汤头 富如皆知的鸡汤村海棒 就由最精华的三容汤 村之而成 顶级的食材 不能最大程度展现厨师的功夫 用汤头的美味 让最平凡的大白菜 几身宫田菜之列 才是吊汤的最高境界 姚建明就对四系白菜 和刮烧白菜十分拿手 两种菜品 分别采用了三容汤和奶汤 作为汤头 三容汤 是名菜中最够规格的汤品 老母鸡 上排肉和牛肉的原料 经过厨师对火候的极致掌握 捋出茶色般的清汤 食材依照厨师的经验 层层叠放在汤碗中 以白菜覆盖 清汤沿着白菜顶上的鸡油窜入 四系白菜从山珍海味中 释放出鸡菜的清淡可口 奶汤则是八大菜系中 鸡菜独有的汤头 吊汤时鸡鱼的烹制技艺 就是鸡菜奶汤的关键所在 奶汤盘子盖进去 能够起到它签名 能够马上先放进来 不要停顾了 这个火一定要90度以上 黄瓜鱼用盐简单腌制后 裹上蛋清糊过油备用 白菜滑油后过水去其油污 这样无味食之入 有味食之出的处理 意在最大程度保留 瓜鱼和白菜的原汁原味 旺货熬制的奶汤 与清淡素芽的白菜 加持肉质鲜甜的瓜鱼 瓜烧白菜 把名菜的原味和淡雅 发挥到了极致 容汤浸入茶色 奶汤唇而不拙 白菜吸收了如此的汤汁后 摇身一变成为静点 这样吊汤的功力 是姚建明对郭公记忆 钻研的成果 做一个炒锅树 首先要看材料 二要闻材料 三要吃材料 做好的食品材料 所以说三者要三些 看闻吃 除了三个就是 说明着包花木里面认真两次 这是最起码的 认真儿子 是老师傅们最美好的品质 想要拥有出众的郭公 想要拥有出神入化的刀工 所有的师傅们通通都说 再苦也要练 当时我们最苦不是这样 从那个扎工 做扎工开始 要肯定要想学炒锅 先学旁美湖 美湯要吃到几十顿 进去嘴巴里面 你们不懂 过去很苦 我没有口罩 美湖还要拖走到江边 河旁边去倒 这是我们最苦的 厨房在二楼 这个原料在一楼冰库 要从下面挑上来 挑上来以后 那个都是动得很紧的 我们要慢慢地扛 辛苦就是辛苦 但是有技术学 就刚刚学习的 我都很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 要享受 就是这样 好的厨师 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定要今年累月 慢慢地付出 慢慢地苦练 无论是融入血液的 基本功 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花把式 都蕴含着老师傅们 深入骨髓的功夫记忆 在福建民间 敏剧承载的 不仅仅是一种戏剧的表达 更是巴敏精神 和人文特性的 不断体验 敏菜 亦是融入敏人血液里的情愫 让群体性失落的乡愁 得以回归 在讲究速成的现代社会里 还是有这样一群人 坚守着老一辈 沿袭下来的记忆 十年抹一间 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就是敏菜功夫的态度 上有殿堂之高 下有江湖之源 敏菜界的一代宗师们 用一朝一世的功夫记忆 描绘着名味的江湖传奇 作为南方菜系 精致也是名菜的特点之一 无论是山珍海味的巧妙运用 还是对寻常食材的极致处理 都能被敏除 用匠心谱出一种食不燕精 快不燕西的饮食文化 在快餐文化盛行的现代社会里 这种精致 欲显稀少和珍贵 寻味经典 我们将重现名味江湖中 不同流派的精致味道